如人猫寒雕塞,就是因为杀人太多,明明早就可以入天象,可就是不敢。 天下起局翻涌,搅局的人却在棋盘外,当年差点最上换位的金安王就是一个彻底的搅局者,一谋一谋都运用得得心应手,张巨鹿本意就是把难题抛给了招横,且看他到底会不会把徐凤年这条命留在清中。 可能把这进退两难的局面变得有所注意,金安王此人的智谋也断然不可小觑,清中所有人都以为裴南伟是招横的挚爱,殊不知这就是招横的幌子,要问什么人最可怕,那一定是没有弱点的人最可怕。 而这位妩媚迷人的王妃就是招横给自己营造的一个弱点,这次的芦苇当刺杀要牺牲的就是裴南伟,把心爱的王妃送到许凤年手中,然后进行刺杀,既然失败了,朝廷必然也会信任招横。 只会觉得他经历一搏之后失去了自己挚爱,一旦成功了,也可以说是徐凤年先掳走了自己夫人,所以才会派兵刺杀,如此倒也是顺理成章。 徐凤年纵视身负重伤几乎毙命,可还是能够一秒就猜出金安王的计策,如此的智慧实在担得起李医生弟子的称谓。 国人的坚韧上徐凤年不仅没有因为和和姑娘一掌毙命,反而是把大皇庭游戏收到了四重。 这种行星实在不是常人能有的,可过了秦州这一关,后面等待徐凤年的可就不止是金安王了。 韩雕四纵观了整场芦苇荡之战,身为大内第一高手的他忠心于朝廷,可要说最疼爱的还是自己的徒弟赵凯。 无计红甲,谨胜金甲,韩雕四只能指点赵凯去龙虎山找赵皇朝, 让这位隐士高人教他如何要了徐凤年的命。 这小舅子可不是那么好杀的,韩雕四此人极其阴险毒辣,人称人猫,在黎阳城让人提起就胆颤的程度, 丝毫不亚于北梁王仁图徐乡,更是当年吴素在黎阳遇死的幕后指挥。 当年吴素早是带有他的迫害,现在又要涉及害死人家儿子。 徐凤年后和赵凯以及韩雕四一行人在黎阳城外开战,先是杀死了赵凯找来的一众高手, 逼得赵凯会保存眼儿自闻,后又以一己之力抵抗来报复的韩雕四。 两人难分高下,最终在斜斜骨的帮助下,徐凤年一刀砍下了韩雕四的头颅, 南河清尿在这场战役中也失去了一条胳膊,不过最终结局成了徐凤年的侧飞,两人也十分惊服。